水戰鬥暑最後一天 柯文哲召開國際記者會 外媒首要聚焦兩岸關係 如果真的當選的話 我在前半年不會去動 軍事、情報 或是警察這種重要的人士 先力求他能夠穩定的渡過 我們還是維持在台灣跟美國的 一個穩固的關係的前提之下 開始展開跟中國的溝通 在主席曾經講過說 認為如果自己當選的話 將會是中美關係 將會是最穩定的 新政府跟中國的應對態度 應該會有不同 所以這聲明是說 所以我以前也講過說 我會遵循小英的外交路線 維持台美友好在和中國溝通 不過國際也好奇 柯文哲怎麼看待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在台灣已經污名化了 所以台灣人民不管他的內容怎麼樣 只要一聽到這名詞就不高興了 兩邊的交流應該比名稱 就比態度更重要應該是內容 我想請問主席 就是對這樣子的溝通方式多有信心 我們不應當用台灣當作座標 來衡量整個世界 我們必須跳出來 從美國或是中國來看台灣 這回大選第三勢力民眾黨展露頭角 先前柯文哲也提聯合政府 後來又一度出現藍白河局面 外媒關注如果進到國會起到關鍵作用 又會和藍綠哪一陣營合作 不會太注重於政黨的分別 我們主要是議題的合作 也不是說任何一個政黨 我們就一定要跟他在每個議題上面合作 柯文哲強調得看議題訴求 合作不限藍綠 國際記者會擠進一百六十多家外媒 和過去選舉比起來前所未見 國際情勢就是相當的緊張 就是台灣幾乎被推在那個讓頭上面 所以受矚目的程度相當多 住中國還是住香港 就是沒辦法在那邊取得簽證 被趕出來的一些外國媒體 然後轉往台灣來注點 這樣增加很多 柯文哲國際記者會後 也馬不停蹄展開出手 晚間選籤之夜夜將現身開動 禮貧慎選超越藍綠 男生女生宋宏林安小組 台北報導 小組 小組